大陆的禽流感疫情扩大蔓延也让香港民众很紧张 27号香港也首次证实从大陆提供到香港的活机 检测出H7N9病毒呈现阳性 香港政府随即宣布扑杀批发市场的2万只活机 而且从即日起禁止贩售活机21天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晚上9点会见记者宣布 长沙湾加勤批发市场有一批来自广东省佛山顺德区 注册公港活机养殖场的活机被检验出对H7测试呈阳性 一批香港加勤批发商聚集在长沙湾市场 他们不满政府把关不立 晚上11点多一批基农到李宾府抗议梁振英无视基农利益 令他们损失严重 高叫叫梁振英出来会面警方大为紧张 在李宾府一带驾起铁马阻止 晚上11时许一辆载着约1800只活机的24吨货车 驶至距离李宾府约百米外的上压离必道之路 但遭警方截停 多名机犯要求让机车驶到李宾府转一个圈 众人就会离去 但警方不肯放行 双方对夜十分仍在坚持 新唐人记者刘秀怡在香港报道